新竹市指責工錢 民眾大排成龍 儘管艷陽高照 但是排隊的民眾 仍然落意不決 為了慶祝廣澤尊王誕辰紀念日 新竹市廣澤慈善協會 連續第八年舉辦百金米 以事情祭祝清寒捐米活動 照顧社會上的弱勢民眾 每一年的農曆的8月22號 我們廣澤尊王的生日 那我們已經連續第八年 來捐贈這個米 那這個今年呢 預計可以發放到2萬斤的米 學生志工一包一包的扛著白米 從火車上扛下來 再送給領取的民眾 今年這項愛心鎮米活動 獲得了各界的踴躍迴響 除了白米數量高達2萬斤之外 還有理髮連鎖店 便當店跟新竹鎮道 都提供免費意見 免費便當等服務 一同為弱勢民眾盡一份心力 那就是每一次的這樣子 我們都是在針對中低收入戶這個部分 那今年我們也集結了台灣國書會 各胡倫社獅子會 然後今年就是還有東家便當 來給我們的這個 就中低收入戶的人能夠有一個 這個幫助他們能夠有一個平安 平平安安的一個部分 這下連續舉辦八年的慈善活動 歷年來所捐贈的白米數量 已經高達10萬斤 統計總共超過5000家的中低收入戶 以及殘障弱勢族群受賄 台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好